各位好,我是Fly Bear 灰熊 好像隔了两三天没讲解一下这个画画前的分析 就好像隔了快一年一样 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现象就是会产生在我跟图片之间的这种感觉 我们最近都是在画人像多一点 所以偶尔我回来就会把人像的一个观念放到风景里面 也许很多人都在想,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其实我们不都用视觉直接复制 大部分我看到的 直接复制就好了,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这么麻烦的目的是在于 我在找寻是不是有一个共用的东西 你不用画橘子就去学画橘子 换了一个苹果,那要重新来学过 画了风景,你再换人像,你又重新来过 是不是有什么共用的东西? 那我们如果这个共用的东西 它可以放租于大自然里面 也就是说大自然所看到的任何一个东西 也可以用这些,那我们就是可以来试试看 好 所以呢,我们这张照片里面是一张的风景 那这个风景里面有一部分呢 是在暗面里面,你可以看到因为山的高度的遮挡 所以它产生了一个暗面 而某部分呢,承受因为从这里背景到这里是有一段距离 所以显然呢,这一段里面呢,它有产生一个灰蒙蒙的空间的感觉 那灰蒙蒙的感觉呢,是从暗,从灰一直到灰蒙 然后慢慢的色彩出现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了好大一块的暗面 那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暗面本身它就产生一个渐层 而亮面呢,它从这边过来到这一块 跳过了这一块,因为遮挡的关系 所以呢,这个冷光到这里呢 它跳过了这一块 但是又有一部分呢,在这里产生渐层的现象 这种冷跟暖,我们称之为交界 而这一种在介于冷暖中间,灰蒙的感觉 我们就叫做赤交界 这种赤交界在人像就可以用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么辛苦,这么麻烦的 去不断的实验同样的理论呢 那这样的理论呢,我们就可以 学会一样自然的这种现象 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它换来人像 刚好这边有一张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像 冷,冷,然后呢,这地方的遮挡 跟这个一样,冷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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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的遮挡呢,一个暖色 那这里有一些物状区就像这一块一样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冷色呢,有一些呢,光线呢,不完全是暗色 所以呢,被遮挡的部分呢,这就叫赤交界 因此呢,一个理论 关于交界的部分呢,我们就可以用来 风景,可以用来人像 那只要把任何一个自然界的景观 你好好地观察 去找出它的某些交界 它的角度 或者它的笔触 那么我们就可以创出赤交界 它独有的特质 好比我们刚看的人像 它是一个平平的 因为是在脸的部分 而这里的赤交界就不是了 你会看到它有笔触的 那这个笔触是暗示着山 跟血它之间的不同 除了色温之外呢,我们还看到色彩 跟灰跟彩 灰灰蒙蒙的跟高彩度的对比 所以我们就会产生赤交界 很多迷人的变化 来,不管怎么样 我们把讲完的画画的分析 我们就是要在画布上做实验 我们就是要坦然地接受 我们所假设的实验的理论 都有瑕疵 然后呢 一步一步地去修正它 一直到 一直到 我们才找不到 它任何缺陷位置 所以实验 动笔 它真的是一个王 如果没有这一个方法 你这样的理论 我们就不可能 敢站出来说 好 我用大自然 风景的方法 我来画人像给你看 我画人像的方法 我画这个风景给你看 那这样子 经过不断地来回的 检验我们的这个理论 这样子我们才有机会 节省我们在画画上面的思考 而不是每次看到图片 用一寸一寸的去复制它 那就代表画画 这样的话呢 我相信机器就可以做得到 不管什么样的机器设备 印刷也好 照相也好 它都是可以很轻松地做到 那我们要把人的价值 放在画簿上 这样就是一个 我们可 认为可行的方法 我们可以产生一些对话 产生一些 跟原来图片不一样的东西 好 我们讲多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 来讲解一下我刚才所做的 因为如果你是缩时摄影 恐怕什么都就看过去 大概只有0.5秒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部分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交界 那交界的部分 这是一个暗面 那这是一个亮面 那其实这是次交界 跟这个交界里面的 首先我们画上去的 待会我们会叠上一个雪地 所以它有一个极能的 画刀的笔触 那从上面画下来 因此它会慢慢慢慢 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 因为它到了一个暗面 那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次交界 有一个笔触跟方向性 我们知道这边有两栋房子 这两栋房子如果我很僵硬的把它放下去 那你就会看到四四方方的一个像火柴盒 我们剪贴上去的 可是我们不希望这样 我们希望它的光能够在背景里面 产生一些光运的现象 各位如果看过摄影棚里面 如果有个橘子摆在黑布 你把它放在很靠近黑色的布前面的时候 你去拍橘子 橘子的红色或橘红色 它的光它就会运在画布上 在背景上 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很亮 它的光运就会运在这个背景上面 而产生一个方向性的东西 它就有点扩散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新的观察 就是说我们包括人像 包括这样子解释 可能你们就会更了解 我们刚刚那一张的人像 你可以看到胡子 胡子因为受光的部分 光线从这边过来 那这边非常强的光就产生这地方的光运 可是这个的光运是一个物状型的 意思就是说它这个背景离这个人非常远 因为我们从H里面的快状到物状 快条线湿点物 快到物是最远的 所以它产生一个这个人跟空间里面 非常非常远的一个感觉 可是如果要近一点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用什么 这一飘动 胡子在飘动 那就有点湿状 所以湿跟点 它其实是产生两个空间的不同 那跟快状并列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出来 那这个就是快状 那我们希望它才是产生了 背景虽然很遥远 所以我们 它的背景也蛮遥远的 所以我们也产生一些物状的东西 但是呢 我有带有湿状 好像是这些松树林在飘动的感觉 这个做法我们刚才有看到 如果你们影片里面看到 我们是用纸巾像这样子 如果你折开 然后把它擦一擦 就会这样 那要注意手不要弄脏 那另外呢 我们的纸巾都是两层的 这个防脏手 防你的手脏的一个装置 所以你可以用第二层的里面 去做出 让它变干燥的感觉 干燥的意思就是说 你待会要上任何一个色彩 你叠任何一个色彩 它都马上就会跳出来 那因为这个地方呢 它有点白 可是你现在可以叠 像完全全白的进去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背景的 光运的这种错觉 好我想 这个 是比较一个新的一个 观念 就是赤胶界里面的方向性 所以我就特别再录一段出来 给跟大家分享 这么多的 看得比较多的 但安检皮 冷卖的 这个 是 的 是 因为